救护车给达医院有两名全身防疫装备的救护员将他推下车 但是经过急救男子还是没有呼吸心跳 死者不但是一名药师 而且上个星期才刚接种AZ疫苗 死亡的市民59岁的岩信药师在嘉义市C区经营药局 符合第一类医事人员的资格 在4号接种AZ疫苗 但是9号时候中午却出现恶心身体不适 家人通报救护车抵达时 男子已经失去心跳呼吸 到医院抢救还是宣告不治 6月9号开始出现有恶心呕吐 中午的时候家人要去叫他起来用餐 发现他已经叫不醒了 男子本身就有中风跟洗身病史 9号有咳嗽 时候有不舒服症状后送医死亡 医院随即裁剪PCR呈现阴性 男子在施打疫苗后死亡的巧合 恐怕也成为死亡首例 这一位过世的钥匙有做PCR的裁剪 那结果是阴性 是不是疫苗导致他的这个过世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通报为 这个疫苗的不良反应事件 然后由中央来判定 钥匙施打AZ疫苗7天后死亡死因 是否跟疫苗有关 谁都不敢轻忽 原因有在检方跟卫生单位厘清 记者口鼓文林之会 嘉宜报导 我访问了